星期日的浪琴香港國際賽事已經圓滿結束 在四場一級賽中 港隊包辦其中三場冠軍成為大贏家 場上有精彩賽事之餘 場內亦有感人及窩心的時刻 馬上帶大家重溫一下 首先香港平由幾人安撤棋的法國代表 會增強奪得 這次亦是變堂級廉馬斯、輝伯華 繼博爾吉雅和布林特棍後 第三次贏出這項場套賽 金槍60以一個無敵的姿態 贏出這場浪琴香港一里錦標 八相馬王金槍60以原勝姿態 再次贏出香港一里錦標 成為雞好巴巴之後 另一匹三次攻下這項大賽的馬匹 重溫金槍60的賽事沒斷近鏡 可以見到何宅堯展現出勝利的笑容 而無論是幕後團隊在場邊的激動打氣 或是騎士門提窗外歡呼的畫面 都非常熱血 今年派出四匹參戰馬出戰國際賽的 連馬仙樂伯仁 一去到公眾席就引來一片空洞 超受歡迎的他 每一次開跑之前 都吸引海量馬迷找他簽名 而他亦有求必應非常親切 至於樂伯仁和莫眼這隊組合 全日就憑熱心取得香港平貴軍 以及盧森堡奪得香港杯牙軍 香港杯方面 浪漫勇士力抗對手驚險衛免 沈澤成和蜜杜朗這隊組合 實在難掩興奮 再看看馬主和幕後團隊的表情 原理只演出跑馬那種刺激 另外金鑽貴人大熱贏出香港短途錦標 沒有令馬迷失望 但初戰一級賽 就跑入亞軍的幸運游離 表現實在令人相當驚喜 我都有點驚喜 因為其實他都是最低分的馬 也有機會入選 馬主又很開心 馬主又很想跑這些賽事 帶來驚喜 他跑到第二 那天的時間不算很快 1992年 而不是 他做回自己的事 也很開心 他跑得這麼好 Elkie 你知不知道12月份 是其中一個最多騎人生日的月份 例如上星期 就有巴道和蘇惟賢 接下來還有高冬妮和鐸文昇 其實除了多人生日之外 年尾都是結婚的旺季 好像這位馬主一樣 近日真是雙喜臨門 馬主陳嘉良先生 這星期起事一浪接一浪 事關外區急槍六十第三次贏出香港一里禁標前兩天 正正就是他女兒的大喜日子 恭喜一對這麼漂亮的新人 而另一位代嫁新娘 前騎師蔣嘉琪 同樣是12月之星 這日嘉琪BB出帖 貼出姐姐和未婚夫為自己炮製的生日驚喜 有禮物 又有漂亮的蛋糕 好甜蜜呀 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 在澳洲受訓的賽事見習學員 袁恆耀 早幾天在南澳孟富人馬場贏馬 這次亦是她第一次在城市馬場的頭馬 期待她之後 可以像師姐蔣嘉琪一樣 在香港馬壇登場 我們下一集再見